王26年 有一样东西在他身上 从未离开 1987年 15岁的梁德宏 患上了僵直性脊椎炎 20岁时已完全无法行走 全身的关节 甚至我的颈巷也不能转动了 父母为了治他的病 举家从槟城搬到吉隆坡 寻求圣祭 两只脚都放了轮管关节 所以我起身也要人家把我起 吃止痛药了 吃到吐血出来 也是这种病影响我的眼睛 眼球流血 因为在我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 我一打开报纸 十几两个字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就打电话去吉隆坡指挥那边联络 那边指挥一听到我有需要帮忙 马上就派人家来 给我吓了一跳 我认为救济东西 没有我这样快嘛 德宏严重缺乏营养 此际补助他生活费 医药费 还有营养奶粉 他很多年 他很多 人见人在 树上都讲了 见到我都飞下来 实际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支持 我看我没有今天 卧床二十六年 病情未曾好转 可是他的坚强和乐观 不曾减少过一点 无论你开心也好 伤心也好 也要过日子 为何不选择开心呢 要很感恩上天 还保育我的灵魂之中 还可以看到世界咯 人生要走的路很漫长咯 如果不能转念心情 生活会很苦 他很坚强的 医生买 很好一个病人来的 就算有多痛苦都好 都比不上我母亲的内心跟痛 那种内心的痛 就是心无道德 所以我多数 有多痛苦都好 我都会有一些乐观的笑容 绝对不会给他担心 他是全部不理他的 他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这种是母爱的光辉 2008年母亲节 志工们带着蛋糕 来为德宏妈妈庆祝 本来这块蛋糕 应该是我送给我母亲 但是原来感恩你们 我没有办法 2018年 梁德宏46岁了 83岁的母亲年事已高 耳朵也听不到了 日复一日 写着天长和地久 正言上人今天在禁思成语顺应 ille语顺应